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会不会或者什么时间将中断的赛事完成 这件事将影响大联盟美国联会几后形势 在美国联会第一种子方面 南区小组的凯萨斯成球长队目前战绩13胜三负 有二种可能荣登整个联会领先者 一个可能是1月7日在客场取胜拉斯维加斯突击者队 而且比尔队于1月8日在主场输给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比尔队出赛失利 而且蒙虎队同一天在主场迎战巴尔迪摩乌鸦队也吃败仗 此外 想要成为美国联会第一种子 东区小组的比尔队目前战绩12胜三负 也有二种可能荣登整个联会领先者 一个可能是完成在客场取胜蒙虎队 加上求偿队不敌突击者队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比尔队在主场出赛季退爱国者队 而且蒙虎队和球长队同时在大联盟例行赛季最后一战吃下败仗 还有在争取成为美国联会第一种子方面 北区小组的蒙虎队目前战绩11胜一负 仅有一种可能荣登整个联会领先者 就是需要拿下二胜 赢过比尔队和乌鸦队 并且借力于球长队失守 至于爱国者队想要取得第七种子资格 必须要于1月8日在客场击败比尔队 或者已经五连败的迈阿密海豚队主场输给纽约喷射击队 而且三连胜的匹兹宝刚人队在主场输给克里夫兰布朗队 以及已经六连败的田纳西泰坦队客 场输给佛州捷克森维尔美洲虎队 佛州捷克森维尔美洲虎队有望夺下大联盟美国联会南区小组冠军 只要全队和泰坦对战和获者战胜 彭广阳 2023年1月5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